工廟区人里里石定西的步道合体 前几天被民众发现掏空40公尺左右 不但忽按破洞整个步道也倾斜相当的危险 公所在接获里长的通报之后就立刻的进行封锁 并且通知相关单位会堪修复 而市府也答应补助900万左右的经费 近期就会进场施工 这也是工廟区石定西的警官 里长吴慎福表示这里的合体步道 每天都有许多人在这里休闲运动 就在几天前里面相当反应 步道有倾斜的迹象 仔细一看原来是户案整个掏空状况相当危急 在今年的10月30号早上5点 就可能是大雨然后合体掏空 然后民众一报案的时候我6点到现场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水利局 然后我们通报 然后通报给公所 公所通报给水利局 他10点就来会看 我们这个合体早晚都很多老人家在这边运动 钓客也很多 那我们所以把它先围起来 在结果地方的成型后 公所也立即通知市府水利局 并且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避免人员进入 市长表示水利局人员在结果通报后 几个小时内就赶到现场 并且允落会尽快修复 感谢市府水利局的一个协助 能够迅速来做现看 然后也快速的上大千去争取所谓救灾一算 那我们也知道水利局大友通知说 可能在禁费的部分大概初步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希望左手能够早点来进行施工 那让整个栽培能够快速来完成 这一阵子的不方便请游客多多包涵 这一次真的要很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 市长跟副市长的帮忙 然后这么快的才十几天 然后工程款要九百万 就马上拨下来了 那我们应该这几天就会要进场工作 李章表示根据水利局罪行的通知 目前已经有预算可以进行修复工程 这几天就可以进场施工 会将掏空路段包括前后都会一并改善 也呼吁在工程还没有完工以前 民众不要擅自进入避免发生意外 切尔弗银强 公道长报导